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小谷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Pastel 這一盒是在日本賣的Condola 差不多是4200Yen, 大概港幣300元 這個是非常老牌子 在京都1919年已經設立一間廠 做這個品牌 這個木盒是相當復古的 它有36個顏色, 全部用人手做 所以出來的粉很幼細 裡面是有說明書 也有安全認證 我們畫畫的時候就覺得安全很多 因為這些粉末都會進入鼻子裡 所以我們買這些品牌的質素 都是要很重要的 它這些是很細粒的 所以我認為36色很足夠 如果出去寫新的就更方便 它的顏色相似度是非常之似的 就不會像我們用一些Pastel 畫出來的顏色為何會不像 這個就相當相似了 好, 那我們就用一個很簡單的風景畫 去試試畫先吧 最初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是用我們的基本色 去鋪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一層層地畫上去 就用一個顏色擦開它 然後就用這支有橡膠頭的筆 掃開它 然後就用這支有橡膠頭的筆掃開它 然後就用這支有橡膠頭的筆掃開它 接著這個步驟最重要的 就是拿一支水筆掃開一些質感出來 讓有得多些的紋理看起來 就會是整幅畫生動一點 不會太平坦 我們就繼續加一些深的外線上去 然後就是掃開它 蓋開它 然後也要掃開它 而且用一個水筆 推回質感出來 所以你看看,一個草地 是不是明顯得多了 立體了很多呢 好, 我再繼續加一些 olies上去 再一次推一提化 一浸浸地做上去 又拿一次立蹄 接着又做海 和天康亦是一样的做法 又是拿一支水笔 很随意地勾纹尼出来 最后的步骤是最重要的retouch 我们将深色的地方 再一次 再加强立体的感觉 然后又是拿一支水笔 再掃出来 所以今次的练习 你会看到水和Soft Pastel 其实是可以令到一幅简单的风景画 很容易有立体的感觉 如果天空就加一些粉红色 黄色和白色 之前我们用水笔推开的質感 现在在天空这个位置还能看到 所以是很和谐的 30分钟这幅简单的风景画 那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请你给个like我 和免费subscribe这个频道 阿小谷 好多谢大家支持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